高雄海受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呢 今天開始展開會內賽 兩位韓國的新勢力鍾賢和李德希 今天是接連出賽 其中呢 李德希呢 面對大會第五中子 日本選手伊藤龍馬 差點上演大驚奇 但先勝後衰遭到逆轉 而今天唯一出賽的台灣選手 黃亮琦 則是直落二淘汰 方面下方的韓國選手李德希 年僅17歲 而且是聽障選手 目前世界排名251名 就算面對世界排名93的日本名將伊藤龍馬 第一盤就打出不凡的氣勢 不過伊藤龍馬依舊是老經驗 進入到第二盤改變戰術 死缠爛打 就算是被逼到了搶七賽末點 也能夠搬回局勢 最後李德希七力放進 6比4 6比7 3比6輸球 雖然被淘汰 不過還是讓伊藤龍馬嚇出一身冷汗 而第一天唯一出賽的台灣選手黃亮琦 則是強碰大會第二種子中賢 中賢曾經在美網差一點讓瓦瑞卡翻船 加上雙方排名有段差距 雖然黃亮琦還是打出了自己的水準 但最後還是以直落二不敵中賢 但也讓所有球迷看到了台灣選手的平靜 民視新聞張正麟 于启成 高雄報導 賢 好